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 这个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堂 今天是2023年的2月22号的早上10点25分 那我们的课程呢 本来预计是10点20分开始 但是让大家有一点这个入座的时间 那这个今天应该算是相关疫情规定比较放缓了 那我跟各位有个安全距离 所以我就拿下口罩让大家不要判断 这个老师在讲什么 他的表情如何 但是待会上课的过程里面 同学或者待会要上来介绍内容的讲师 就可以自己选择这个口罩戴与不戴 那这个我们这堂课呢 是剧中心化应用程式知设计实物 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s, design and practice 然后是资工所跟网媒所合授的合开的课程 那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的本名叫葛如君 那有一个在这个科普 跟这个知识传教的领域的艺名的合法博士 我之前是在网媒所毕业 然后呢现在在台大跟清大都有兼课 那之前花了几年的时间在推广区块的知识跟科技 那也做了一个这个科技类的podcast的节目 那最近邀了电机系的李鸿一老师录了一集 CHPT不小心变成排行榜第一名 那当然距离无弹如或者是古埃还是很遥远 那这是科技类的这个本身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那另外呢 也因为前阵子在这个metaverse 这个跟这个虚拟世界AI都有关联嘛 这些东西 那天下文化出版的一本 这个美国算是最完整 也最知名的一本书籍在介绍原宇宙 那书名就叫做metaverse 中文翻译就叫原宇宙 Matthew Ball写的 那他在翻译中文版的审定呢 也是由我来进行 那之前在2010到2012年之间呢 我算是小小跟上了一波这个mobile app的这个趋势 当时我们帮成品书局啊 这个摩斯汉堡啊 做这个行动应用的程式 那后来也参与一些创新的计划 拿到了一些小福的投资 那这个后来也参加过一些相关的比赛等等 那那我是毕业之后呢 先到了日本的千亿大学的媒体设计研究所 做博士后研究 然后到七年大学做了一小段的这个学习 那后来回来呢 就开始在做一些创新计划跟授课 那我们这堂课呢 应该是第二次或第三次的这个课程了 因为这堂课对大家网媒所或志工所来讲 还是相对比较新的 那这是2022年春吗 我们算错 对没错 2022年春天的这个那时候的课程 那那个时候呢我们找了很多的人来分享 不管是Tazos的区块链的应用程式 Flow链的区块链应用程式 或者是像这个Solana Soledity啊等等 那现在一年过去了 很多误患心仪啊 有一些这个区块链的可能当机的当机 或者是被唱衰的唱衰 这个涨价的涨价叠价的叠价 我觉得很多事物都在改变当中 那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说 那这个所谓的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s 就是说我们以前讲mobile application 就是说在以前的电脑里面的应用程式 换到手机上 我们就叫mobile application 那现在又有一层新的layer 可以让我们来开发各种应用程式 我们把它叫做blockchain layer 或者是distribution的这个application layer 那我们就把它叫做dapps 那包含我们所熟知的一些 不管是nft啦 或者有一些人听过的dao啦 其实我们都认为它是属于这个所谓dapps的这个层次 那我们一直在思考说 那我们今年啊 这个不管这个产业的状况怎么样啊 这个技术研发的状况怎么样 这个或者是整个市场的呃的变化怎么样 我们都还是希望能够让这堂课持续的 呃有一些新的突破跟变化来跟上这个时代啦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 哎那这个我们接续的算是第二次或第三次的这个课程 应该要长什么样子呢 也可以说是一种续集啦 我们就一直在想说 哎我们卷土重来 这个应该可以做的不错 续集应该总是比较精彩 这个 这就是一个笑话 就是续集通常不一定比较精彩 对好 呃不是很好笑啊 因为因为没听过什么是魔鬼终结者二好 那我们就在想的时候呢 我们就遇到了一个这个 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名词啦 叫hypersus 啊hypersus我不知道中文有没有翻译啊 可能暂时还在 啊超证啊 超人的超证明的证 超证hyper 啊这个好那这个也有一个说法叫影响力震 那如果你有关注区块链的议题的人 你可能有看过一个呃算是个人媒体叫做区块室啊 他也曾经介绍过啊那这个我的理解呢是hypersus呢是由右下角这两位算是高材生跟天才工程师呃曾经参与过这个所谓的星际档案系统的开发ipfs s 然后他们自己有一个protocolabs然后他们在最近提出的一个所谓的hypersus的机制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呢是说我们能不能让大家做一些contribute 可不可以做一些嗯贡献呃或者做一些试验而这个试验留下来了以后他可能有一些社会意义或者社会价值 可以由其他的人来认购这个成果并且成为他们的价值啊 那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知道现在的上市贵公司或者全世界的这种大型的企业都要符合一些所谓的esg的一些平和啊就是所谓的environment啊society啊government也就是他们在企业大赚钱的同时也应该要让这个社会同时变得更好 那这里面可能包含一些呃零碳排啊包含一些对社会的贡献啊等等啊这里面呢在平和这些呃企业的时候有可能会用一些点数的机制啊就跟教师生等一样啊啊可能就是会让企业来累积这个点数呃来评价这间企业的呃经营的好或者不好 那所以呢这个呃这个hyper search的这个想法我们之后在课程上面会进一步的说明但是我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觉得有点有趣 他说哎你可以做一些贡献社会贡献那也许你不是google的企业不是台积电的企业你可能是一个学生或者一个团队 你做了一些贡献以后呢你把你的贡献有某种机制包裹在一个区块链上的凭证把它变成一个hyper search 让这些企业未来可以认购你做出来的东西的成果不管他是一个实验practice还是一个真正实用的东西或是一组程式嘛 那他们如果你这个东西真的对社会有贡献了他们之后可以用这个凭证去认领这个所谓的ESG点来让他们在呃纳兹达克啦在这个会计公司的系统里面啊 他的评分可以变得比较高那我觉得这个机制蛮有趣的啊我自己把它想成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这种群众募资啊 Fly&V啊 哲哲啊 indiegogo啊 kickstarter啊只是以前他们都是事前募资啊你事前给他钱可是他事后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去爬山爬的多高爬的多远啊他是不是真的会出产品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用你是不是很确定的相比起来这个东西有点像事后募资有一群人去做了一些好事用某种形式把它记录下来保存在区块 上面这些企业可以来采购选购参观看看选选看然后呢再透过他们事后的呃 donation或者事后的购买来成购你的贡献那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趣啊如果他可以成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是非常有社会意义跟价值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听起来有点有趣但也有点奇怪就是什么叫做你先做了啊 他后面会有人付你钱其实这件事情在接下来这个时代有可能是成立的啊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绿电的法规就是呃比如说台积电用的电啊或者是他的这个电不够绿啊就是说可能是用核能啊或者可能用火力发电啊那可是这不符合我们的联合国的一些规范 所以呢我们要尽可能的让他做一个balance那怎么办呢可是绿电的发电效能啊真的有很多的这个挑战所以呢就开始有很多所谓的绿电生产者他先生产出一些绿电也许存起来 然后呢台积电用的这些大型的企业他不够绿他就跟他们买这些电来呃就是呃付钱买这些电但未必他是用这些电的人他付钱买这些电以后让这些电去让我们吹冷器啊让我们可以去打电脑啊就使得我们本来用的也不是绿电可是因为台积电付钱所以我用的是绿电所以台积电在电能这件事情的绿化上面也做出了事后的贡献啊那当然这我也不是专业啊 当然我大概知道这件事情我一开始听到也觉得非常神秘啊因为这是一个呃很有趣的一个事后购买的行动那这个过程其实中间也是有一个所谓的绿电凭证啊所以hypersearch有一点像是把这个concept希望能够转化到数位的世界里面来那也让我觉得非常有趣啊不管是你的影响力你对社会的贡献呃有可能可以在学习 试验跟贡献的过程或结果由别人来进行认购达成一种我觉得非常有趣的那种新的嗯社会意义跟价值的循环那我自己我想各位很多可能是资工或者资管的我就举一个我自己脑海中想象的一个狂想的例子啊那也许有一些地方不合理大家先放过他啊就是他可能像一个思想实验就是你想象如果你是一个很厉害的工程师或者团队或者一个学生的呃一个挑战赛 嗯你们觉得你想要让这个地球变得更好就你做了一台绿能太阳光电无人机啊那总之呢他就是会一直活在地球上啊他只要有太阳他就可以自己运作 然后呢里面有AI啊然后呢他会自己去找寻种子啊然后呢把它夹起来以后呢去找一个空地啊种下去啊 所以他是一个会永续持续种树的一台无人机那你写了这个无人机的程式码你让取的这件事情之后呢你把这个程然后呢这个到底种了多少树每种一棵树呢他会回报到这个系统系统会上链做一个登记所以也许有一个dashboard你可以看到哦这一棵这个无人机活了多久总共种了多少树然后他的Github程式码在哪里然后你作为开发者跟贡献者你把这个所谓的整件事情的权益的凭证 包裹变成一个hyper search然后你放到opensea或放到这个凭证的商场上面去去发售哎这个时候如果某一间公司会演独具哎觉得这个东西不止我买了会加分他还会不断的加分哎所以对他来讲他有点像是一个呃是呃ESG对于社会投入的一种投资OK所以如果他选的好选的对你也做的好做的对有可能这个search未来的价值还有可能增加 你也可能赚到了开发的这个费用跟钱跟民生whatever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让人inspire的地方啦那当然呃透过科技透过dash透过web3的东西去结合这种社会的贡献呃政府的投入或企业的投入其实是也是有一些例子像日本这个电通是嗯搞传播的搞广告的这个日本的东京奥运呢基本上整个奥运的这个行销都是有电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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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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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每一个人的contribution 就会有这个 搅出来的这个厨余等等 去贡献的贡献量的比例 最后呢 这个艺术 共同创作的艺术品的NFT的拍卖 得到了多少钱 会依据大家的贡献 再分给大家 所以这也是一个事后募资 也是一个用凭证的方式来完成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Hyperseur的这个逻辑 其实也已经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 试着要去尝试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事啊 就是说我们感觉 DEVS好像都是什么NFT的炒作啊 可能都是一些什么 区块链的无聊猴的绘制啊 但我们觉得在这个市场 现在对这个新科技 有很多的进展跟怀疑 当然也有很多机会主义者 或者是乐观主义者 有很多人不同想象的时候 我们觉得是一个蛮好的时机 去跟社会上真正的 有意义的价值连接在一起 这也是一个例子啊 也是电通完成的 但是这个例子跟AI比较有关啊 跟Web3暂时还没有关联 但以后也许会有一些机会发生关系 这是一个叫Tunascope的例子 之后的课程呢 也会有人来更进一步的多做介绍 他其实讲的是说 有一些老的师傅 透过银鱼的断面 来决定这条鱼的价值 那可是这些人呢 也都逐渐凋零了 怎么办 那这个有一些开发的团队呢 就利用AI来拍摄这个断面 累积资料 未来用智慧型手机呢 就可以借由这个断面来判断这条 唯一的价值 稍微看一小段 让大家感觉一下 我们现在在讨论AI的技术 区块链的技术 是有可能可以 做一些有趣的事 而且是有社会意义跟价值 A.I.Successor for Japan's long legacy of tuna inspection The key lies in a cross-section of the tail In markets in Japan Skilled artisans have been responsible for the inspection of tuna quality However The number of these artisans is decreasing And their tacit knowledge Is said to take at least 10 years of training To attain We have taken a vast number of photos Of cross-cuts of tuna tails Using deep learning Tunascope mastered the ability To judge tuna quality Based on the instinct and experience Of skilled artisans In 2020 It became impossible to travel abroad To purchase tuna Japan's largest sushi chain Kunasushi The company introduced Tunascope to overcome these difficulties In a world first Remote purchasing was made possible by AI Top quality AI tuna Selected by the AI's judgment Was delivered to consumers A.I.Tuna achieved huge sales This initiative sparked much excitement around the world Tunascope has been adopted as a promotion program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This AI has the potential to revolutionize the world's fishing industry Tunascope 有意义的一个思考的方向 甚至是有可能去带来一些改变 所以郑重向大家宣布 我们这堂课在这个学习会有一个主轴 会有一个主轴 是Depth or Depths for Social Goods 我们希望在这堂课的学习的过程当中 提供给你相关的知识 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思考 在期末的时候有机会可以分组 去做出一些Prototype也好啦 一些Plan也好啦 然后呢希望可以去思考 不管是现在的Depth Crypto的Project 或者是有没有运用到AI 或者是这些Advanced Technology 包含这些Metaverse啦等等 这些新形态的这种应用程式 有没有机会去往对这个社会 带来一些正向贡献的一些角度 那我们也自己把这堂课呢取了一个匿名 叫The Good Class 那现在是Season 1的Week 1 那所以我们整体来讲呢 我们会觉得说Depths呢 其实就是一个Apps on Web3 那Web3的定义呢 其实在这个Ben Thompson 就是一个我非常崇敬的一个 算是一个趋势的分析专家 它说Universal Software Layer that reimagines and the reviews all kinds of applications previously constructed in Web2 也就是过去我们在Web2里面所思考的 你看到的所用的 不管是短影音啦 这个YT啦 社交连结的平台啦 电商啦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应用跟服务 都有可能再一次的被建构在 区块链的世界 藉由区块链的世界来做到保存 交换交易 跟甚至我们刚刚提到 像Hypersex这种 你把一件事情做起来 你把他的这个权益 你把他的贡献包裹成一个 区块链上的一个certificate 有可能可以做到这个所谓的事后追溯 或者事后的凭证 或二次三次四次五次的这个交易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也非常欢迎这个 距离米临之小学校的发起人 那也在过去这段时间 他们也把这样的公民专案 带到很多其他不同的学校 那我觉得回来讲就是 我还是一直作为老师 我不断在思考 课堂学习 对于老师 学生 学校 跟这个社会之间的彼此的意义 到底有可能是什么 那我们这档课算是 也是要跟距离米临 做很多的学习啦 那我们非常感谢 那也欢迎这个Isabel 来跟我们做一些 一些更细致的介绍 然后我们掌声欢迎Isabel 谢谢不用鼓掌没关系 谢谢宝博士 很开心今天有机会回到母校来 好像那个旧的教师就还在 我好像我住的宿舍竟然 我不敢说多少年后竟然还在 那我是Isabel 然后我的本业是律师 那在G0B还有一些 从2012年开始参与G0B 那我不是一个写程式的人 所以呢我觉得 我们这堂课对不写程式的人来说 你至少可以学到一件东西 一件事情就是 怎么跟写程式的人一起协作 那我想这个coordination 这一个能力 在未来社会里面 会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能力 那也因为我其实同时也参与 台湾人工智慧学校基金会 那现在担任秘书长工作 那一个不写程式 也不懂AI的人 怎么在基金会里面做呢 其实做的就是coordination 想办法把各个不同的技能的人 把它揪在一起 那大家可能其实也是用一种连结 去中心化的方式来做合作协作 那所以这一个 这一堂课为什么我会跳坑呢 其实我不太知道 为什么大家选这一门课 那我跳坑的原因是看到去中心化 那因为我实在太喜欢这一个概念了 那对我来说我在 我一直在讲 这个去中心是我认为G&B的各种重要的理念里面 最浪漫的那个理念 那到底什么是去中心呢 我可以问一下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吧 没有什么 没有固定的伺服器 好 还有呢 还有没有其他人 要从不是系统的观点来讲的 没有固定的伺服器真的太棒了 还有呢 没有一个固定的领导者 没有固定的伺服器 没有固定的领导者 还有没有其他的 社群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 跟决策权 我觉得这些答案都很棒 那我今天其实想要挑战一个 没有投影片讲15分钟 结果后来发现我还是得要有一张投影片 要不然我觉得大家不知道眼睛要看哪里 我不晓得大家看着我 那所以我就在Wiki上面查了这个 这上面说去中心化是 网继网路发展过程中 形成的社会关系形态 这个内容产任内容生态 这些 其实这一页我想要做一些事实查核的工作 我基本上认为这一页的内容有很多需要补充 或是更正的地方 大家要不要花上面有多多看一下 然后想一下它可能会有哪些 这一页的内容有可能有哪些问题 我们从第一段开始 你看看刚刚同学讲的 刚刚同学讲了什么呢 第一个是没有固定的伺服器 第二个是完了 我那个脑袋有点 第二个是讲那位同学讲我 没有固定领导者 然后第三位是说有 没有固定的决策权的中心 所以你觉得B行的问题是什么 是 他讲的好像是在网继网路发展的过程中 这个概念才出现 其实不是 这件事情不是从有网继网路以后 才出现的概念 这个去中心化这个概念 大家可以想像 Essentialize 你要抵什么东西的话 你后面那个东西是不是要先出现 你首先要有中心的概念 你才有办法去中心 是不是 所以其实这个概念 在 在什么时候呢 在1718 18 19世纪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 那一开始的时候 是中心的概念 然后它其实是针对 因为行政组织上面 你看国家的权力是集中的 然后它想要跟地方去分权的时候 它有一个把权力从中央分配到地方去的概念下 这样子的去中心 然后呢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大家脑子里面想到的中心 最大的中心是什么 我们现在眼界最大的中心是 是什么 这应该 你觉得 你想像中 你看得到 你的生活经验当中 你觉得最大的中心是什么 有哪些中心 不要讲最大的中心 有哪些中心呢 还有这个第二排的第二位同学 对就是你 是的 政府是 还有呢 还有没有 社群媒体上有没有中心 我看看 社群媒体也有很多中心在 像是比较大的公司 我们现在要讨论说 这些社群媒体变成是中心 那其实我们通常在讲去中心的时候 最早提出来的是法国一个政治学者 叫托克维尔 那他在描述这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他说法国大革命是一个 approach towards a decentralization but become in the end an extension of centralization 就是他一开始法国大革命是想要 想要去夺权嘛 夺那个君主的权力 然后所以他其实是想要去做一个 去中心化把权力分配下去的一个过程 但是结果 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独裁的结果 那其实这样的状况 就是说你原来想要做的是去中心 但最后你变成反而形成了一个中心的 这些例子其实在历史上是一直一直 我觉得是不断的出现的啦 讲几个啊 比如说我们最早在讲的 这样没有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你想的中心的概念是有政府嘛 那没有中心的概念 是不是就是有政府的状态 所以我们常常在形容去中心的状态的时候 会想到一个就是美国的大西部的那个状态 大家知道这个美国大西部就是 它是一个蛮荒的地方 所以谁先去谁就可以画地 所以很多人到时候我不知道 你们可能这个年纪都没有人在看那个西部电影 就是他最早大家一起冲去那个地方的人 他可以围起来这块地就是我的 然后在那里其实是 一开始是没有政府组织的 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自己 他们有些地方自己去选警长 就是他自己各自去选警长来做执法 而没有一个正式的政府组织 那另外一个例子是这个网络世界的例子 我出生的比较早一点 所以大概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 我记得我刚开始用网络网络的时候 你在 宝宝是在思考一下 是好 好 上个世纪末他们是不是还没出生 有一些 有一些好 那在上个世纪末网络网络网络 刚开始的时候 我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很多宣称很多写程式的人 他们宣称说这是一个不受规范 不受拘束的这个世界 政府没有办法去做对这件事 对这个世界这个网络世界 那时候比较没有说虚拟世界 这个网络世界去做任何的规范 但是经过20年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现在的网络世界的状态 这个状态已经远不是当年我们想像 我们人人都是平等的这个状态 那所以呢 其实非常 我觉得非常 好像事件重演的那个状态是像 是在区块链这个技术又产生的时候 我好像又听到类似的状态 就是类似的讲法 就是大家想要再去 就是再开发一块新的状态 新的领域是不受控制 然后不受这些中心的这个载质的 那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去中心这件事 有一个很根源就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 就是你要想要体现你的自由意志 你有一个不想被别人管的这个冲动 和意志力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追求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形态 那这是有价值判断在内的 那所以我回过台来讲说G0V G0V 其实G0V是一个我觉得是一群人 他想要在一个现实环境里面 去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安那棋 大家知道安那棋的意思吗 有听过安那棋的可以举个手吗 都没有吧 有那可以帮我解释一下吗 对无政府状态就是或是无政府主义者 那我觉得全台湾最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是谁 你知道吗 是的我每次都拿这个来讽刺他 就是唐凤部长他在上市期末的时候 他就一直宣称他是个无政府 他是个安那棋 有一些也许你在internet archive的一些网路资源 你还可以找到他写的 他是一个安那棋主义者 所以其实这一群很早很早开始GNV的人 他们其实希望把安那棋的精神放在GNV这样的社群里面 那这样子的社群有什么特征呢 刚刚大家有讲到我觉得有几个 其实大家到slack里面去以后 可以开始观察一下这个社群是怎么在运作 在干什么的 你一个安那棋最极端的状况是没有 就是没有任何共识 就会非常非常的混乱 那那么混就是完全混乱的一个组 一个社群或是一个状态 其实是没有办法有任何有任何事情推进 或是就是成果展现出来的 所以经过这10年我大概归纳 就是你在一个去中心化的社群里面 你要能够还是要能持续运作的话 我觉得大概需要有三个公式 第一个是价值的公式 就是说你至少你这一群人在这边 你要大家要对某些价值要有公式 首先你当然要对去中心或是 去中心这件事情有公式 那有几个我觉得有三个成语可以形容这些公式 第一个是没大没小 就是说这个社群里面 我希望大家我今天讲完之后 大家可以在社群里面去检视是不是这样子 第一个是没大没小 就是在社群里面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就是不会因为你是部长 所以大家就对你比较客气一点 其实你们可以随时在社群里面 大家有时候会出来回忆一下 然后第二个是众人皆知 就是说我们希望尽量透过资讯的开放 让大家可以think在同步在一个 资讯的接收的状态里面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原因就是接下来就是互通有无 你如果只是每个人都是各自独立的节点 你当然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 问题是你没有连结的时候 其实不成为一个社群或是一个社会 那就是一个个人就是一个个体 那但是你个体要避免原子化 同时又要能够同时产生力量前进的时候 你必须要互通有无 所以呢 在资讯同步的状态底下 你大家才能够互通有无 去完成一些事情 那再来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是价值共识 第二个就是规则的共识 在社群里面大家如果看到就是 加到slack里面去的话 你可以看到 几乎没有人会讲些奇怪的话 或是骂脏话 或是比如批评别人的容貌这些事情 因为其实社群里面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共识 就是我们写在GNB的宣言里面 还有写在这个COC里面 就是行为守则里面 那在这一个共识底下 大家可以一起来行动 那最后就是工具的共识 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必须透过一些共用的工具 让大家来完成这个各种层次的共识 那在这三个共识底下呢 你基本上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那只要有人愿意加入 在这样的共识底下 你就可以一起去完成一些事情 那所以其实这个 这堂课本身是一个实验 从curate开始就是一个实验 我在找讲师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佩服寶博士 就是进入一个去中心化的这个 就是课程测展的状态起来 那我们非常快速的就把这堂课 就是curate起来 然后我们也很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协作 那我们要了非常多的 我觉得就是很棒的台湾 我们找得到的讲师 那其实重点是 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 能够有跨界的开源的 然后去中心化的协作的成果产生出来 那我今天大概的分享到这边